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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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 这是良品铺子 新产品发布会的展台设计图 我跟设计师未然一起 已经改了实际稿 这是最满意的一稿 您正好也在 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还可以再改 非常好 非常好 既然你们在这个项目里 投入了这么大的心力 就不用我来重复 这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了啊 请李宗放心 我们一定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 设计稿是我们的命脉 还请大家严格报名 李宗 你们继续 李宗 最近做事敢打敢拼的 我很欣赏 这个案子如果你能拿下来 将会进一步巩固你在公司里的声望 离我离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好好把握 余总 为公司干活是我分类的事 您的位子 没有人比书晨更合适了 我没想过 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来看 只有你树立了一个目标 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至于目标能不能实现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别让我失望 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冲门幻想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翔那个地方能不要智商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翔那个有力的地方 啊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尽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破冰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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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啊 又碰上你们飞翔的了 卫聪 准备得怎么样了 当然是有备而来 洛总亲自带队 看来非常重视这次的项目 凡是我都喜欢轻力轻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还是我手把手交出来的 听说老于要走了 恭喜你要被从 总算有机会能伸展拳脚了 多谢 请博曼公关的人先进来 没事 施子龙 咱们这次准备得很充分 这博曼就算再怎么加大也大 最后我还得看能力不是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洛总良给吓怕了 你是不知道他以前那些手段 待会儿你来操作PPT 我来解说 千万把我定好了 咱们这次不能有一点差错 放心 各位好 我是飞凌公关的项目负责人 史维聪 本公司非常重视 这次良品铺子的 新产品发布会 我们做了细致的调研 大量的数据分析 以及对行业趋势的调查 力争使我们为品牌 量身打造的策划案 能够更精准 更精确 更精彩 下面就请允许我为大家 阐述一下我们的方案 简洁好记的调研 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重要符号 也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 一句好的调研 是驱使消费者认同 喜欢乃至爱上一个品牌的主要力量 所以我们围绕好零食 挑良品的品牌策划 设计了此次的方案 希望能够清晰直接地向消费者 传递良品铺子所追求的目标 满足每一位爱挑剔的美食创想家 达到最优质 最安全 最健康的零食 接下来就是本次新产品发布会的 重中之重 展台设计 我们设计的理念 不好意思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的设计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你们和博曼的设计啊高度雷同 但是呢他们在细节上 要比你们完善太多 而且在文稿上附带了 零食产业全球发展趋势模块 给你们用心啊 这样看来 博曼这次胜出 就无可争议了 这也太不像了 设计稿都能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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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这件事我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我早就跟淑晨说过 该抓的问题一个也不能漏 这么看来菲林内部早就有问题 这还得了 如果博曼的人 真的已经渗透到公司里了 那岂不是今后菲林每一单生意 都有可能被偷被抢啊 您跟樊淑晨都说了什么 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 你还记得回答歇业的案子吗 那个时候博曼和我给出的标题 非常接近 当时我就怀疑 是新任林子余泄的标题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 现在我有明确的证据表示 这个人不仅还在菲林 而且资历非常地深 不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吧 不管是谁我都不能接受啊 都是一起打过仗的战友 不知道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查出这件事 行了 给你们一个月时间 查不出来谁也别想坐我的位置 都给我滚蛋回家 为同你先出去 跟淑晨聊两句 你们俩还有什么话 恕我不能听的吗 我们连方案都守不住的人 你这是在反问我吗 你怎么不许悦淑晨啊 汇达的案子 博曼出手的都没抢走 每次都在你这儿出乱子 还好意思来问我 不害臊了你就坐这儿听 咱俩聊聊 咱俩聊聊 你跟老玉都知道什么了 究竟有什么证据指向谁 你们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是你们在怀疑我 那汇达内担怎么解释 也是我做的 韦聪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例行公事 老玉现在在气头上 这个证据是什么指向谁 我不能说 我也谁都没说 包括老玉 公司的利益现在被破坏了 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包括我在内 你什么意思啊 汇达那案子丢了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这边刚丢了一个案子 你就着急跟我划清界限是吗 你没跟老玉说 那你们俩在里边说那么久 说什么呢 说我多无能是吗 你是兄弟吗 韦聪 你要相信我 一定会抓住那个内奸 我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你 但现在这个时候 你光在这儿跳脚骂街是没有用的 也是罪不能洗头嫌疑的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姓名气和的 该干嘛干嘛去 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 谁都可以怀疑我 但是就你不能 我是在乎你 拿你当兄弟还在这儿给你解释 换别人我早已想打过去了我 你疯了我说过不相信你吗 没事吧 手没事这儿有事 你知道我为良品这个案子 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我长那么大都没拘过 我妈的电话我给拒了 我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结果我付出的心血被人偷走了 我才是最伤心的 你们还怀疑我 你这儿才有什么れる assignments 我找你 我哥哥 你还想 от你 整个人 在这儿 来 专门来给我送过优款 刚才直接给我不就完了 要这么想我吗 这算了 他算我 先生 你不能进 先生 先生 你不能进 你是不是在我的旅游盘里装了程序 陆总梁 你真无耻 让保安上来 是 你个卑鄙小人敢做不敢当 这种烂招你都用得出来 你现在真是肮脏到一定程度了 有脸做恶心事 没脸承认 你以为你谁啊 以后离我远点 砸碎 骆哥 把这个人拖出去 以后严谨进入博曼大厦 是 我怎么教出了你这样的徒弟啊 以后诬陷别人啊 既得带脑子 如果我真的在U盘里下了程序 那么你连唯一的证据都没有了 没有凡书臣体你保驾护航 你还能干吗 开车 开车 ا 开车 开车 出去说 萌萌她好多的啊 她爸在里边赎罪呢 平时工作太忙了 也没时间照顾孩子 这回萌萌生病了 把手车上工作全都给放下 马上买张机票就回来了 那多好呀 萌萌她肯定高兴死了 爸爸妈妈都陪在她身边 对了 我老公说了 要请你和你同事吃顿饭 不用 这么客套干嘛呀 咱们都这么熟了 不是请你 主要请人家 那我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吧 我就不掺和了 你到时候好好谢谢人家 不然我去 人家可能就不去了 反正你帮我约好啊 实在是太感谢您的出手上救了 您看 这顿饭都太轻了 完全不足以表达我们一家人 对您的谢意 真的非常感谢 那天幸亏遇见你了 这要不然这后果我真不敢想 你说我女儿还那么小 您太客气了 我也是刚好碰到这事 她为什么会来 明明当初对我跟哥哥 瞧不起成那样 现在 可她又二话不说 就送萌萌去医院了 越来越搞不懂 要的要的 而且今天我特高兴 这平时吃饭吧 就我们两口子加她一个 我就老跟她说 这不和谐 什么时候你身边也能有一个呀 你看 这四个人一起吃饭才和谐 你别说啊 好像还真是 我想应该是林子余不愿意吧 如果她愿意啊 你早多少人抢这个位子吧 你这个人啊 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 我们俩现在可尴尬了 我倒不这么觉得 我反而觉得有戏 子余 你怎么没告诉我她喜欢你呢 我扯着真人不错啊 我刚才是故意那么说的 我看她彬彬有礼 很维护你的身份 要不你俩把话都说开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你不懂 她跟我哥之间 我肯定得选我哥 哥哥哥 你是傻子吗 你心里就只有你哥啊 那我就只有一个亲人了 我心里肯定有他呀 真是被你气死 你晕我可不能晕 我还得替你过世的妈妈奶奶外婆 大姑大姨好好盯着你呢 像樊淑晨这样的钻石王老五 你怎么能轻易错过呢 我们直接去医院吧 还得守着呢 自己约 我们就不送你了啊 对 那不然让凡心 不用不用 你们快去忙吧 我自己走就行了 我送你吧 最近怎么样 准备去博曼了吧 博曼 我不去博曼啊 你不去博曼 你来菲林不是因为骆东梁吗 我是为了我哥去的呀 反正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信 在你们眼里 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 对 林子月 给我点时间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在最后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之前的确怀疑过你 会打协业的事情 现在证据却凿 有点好 的确有人把标书泄露出去 而这个人 绝对不是你 原来你们怀疑我 是因为这事啊 你是那个时间段 唯一在我们身边打转的新人 而骆总梁 又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 所以 让我们怎么能不去怀疑你呢 也是啊 原来你们早就怀疑我了 不是因为我哥出现才怀疑我的 看来我这人到哪儿还挺多余的 原来 许总不是那个意思呀 我还以为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算了 也挺好的 我喜欢你 我 我acc发了 就这样也不拍照 后来眼看 我学院的车面 还能不得帮忙 准备 我 我 有机会 是 我的 真 垂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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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我这不也是第一次吗 我没有经验 快点 我身上都被你带扣留 所以你啊 就适合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路子 怀过的做好本职工作 就没问题了 来电了 樊总 你是不是怕黑 我怕什么呀 不对 你肯定很害怕 因为我看你背后都湿透了 你是不是怕黑 没有 我不怕黑 太热了 樊总 原来你怕黑啊 我说了不怕 对了 你怎么叫我樊总啊 我们现在是破案小分队的伙伴 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吧 我一时半会儿都改不了口 那你现在改了一个我听见 那你现在改了一个我听见 睡觉 不用不用 那个 我先回家了啊 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 不用 余总 师大 来 四伯总 找我啥事 是 郑齐刚从我这儿走 给我看了一张 你也看过的照片 为什么不告诉我 史维聪和骆宗良 有频繁的接触呢 我跟郑齐说过 这事没确定之前啊 先不要扣散出去 那如果他怀疑的人 不是史维聪 你还会不会瞒着我 没瞒着你 我是不相信 我跟史维聪十几年的朋友了 我可以用任何担保 他绝对不是内心 朋友 我 我就套用一个 人家电影里的台词啊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我从事这行业这么多年 最大的感触 是人心一定会变 我会尽快找到那个内心 向您证明 史维聪是清白的 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 过分地相信 迟早会出问题 林子虞的事 史维聪的事 如果你早一点开诚布公 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汇达协议的时候 你就直接去抓林子虞 发现问题马上调转方向 没准现在我们就已经 找到这个内奸了 也不会影响金泰的合作 维聪这个锅 我让你背一半 不委屈你吧 余总 该我负责任我负 绝不推脱 但是史维聪 他绝对是无辜的 恰恰就是那张照片 让我相信了 史维聪是无辜的 好 所有的证据现在都指向史维聪 可我那么容易怀疑我的手下艾江吗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一个阴谋 就史维聪这个二把刀 骆宗良是绝对不会靠近他半步的 骆宗良是什么角色 我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的 我太了解了 维聪啊 就是聪明反辈聪明 感觉自己有点能耐了 我就要跟你骆宗良逗一逗 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玩 把自己玩进去 连自己的下属都能抓到把柄 不在一个段位上 那既然你相信史维聪 你所谓的证据就不重要了 维聪事先不说了 那我说说你吧 通过这件事 我希望你能对个人的行事风格 反省一下 沟通有多么重要 我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你必须要完全相信你的队友 不管是史维聪还是我 都是可以替你解决问题的人 可是你非要自己扛的话 最后就会出现这种 不必要的麻烦 好 我一定好好反省 态度还行 再点点什么 一会儿还有人要来 一会儿再点吧 当然啊 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也有做得不错的地方 不管博曼的人有什么目的 菲林自己的事 是不需要外人插手的 A的 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查内奸的事我交给你 我是放心的 等过了这个坎 接下来的每一天 骆宗良都会考虑一件事 用什么更损的招数来对付我们 你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 到底用什么方法 又能击打到他们 又能让我们一劳永逸地 摆脱掉他们 摆脱掉我们 那就是 那就是 成为业内最强了 好大的口气啊 广队 咙 算吗 喂 别坐 来 来 来啦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你这句话 我理解你还得关心我 对吗 对不起啊 叶聪 我不应该这样 怀疑你的能力 我也不应该按照 我自己的想法 把这事摁下来 反而让郁总更加怀疑你 没从气象够大的 夫人 我知道 今天这事一出 我的嫌疑最大 当时我是气你怀疑我 现在 我是气你瞒着我 不过我又想 我也确实有做的 不对的地方 我没告诉你 我见到骆宗良的事 那是因为后来我才发觉 我可能上了他的道 我怕我说出来 没人信 只要你说 我就一定信 骆总 您找我就这事啊 这么谨慎不愧是怕我吧 怕 我就不知道 怕字怎么写 您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想不到 石总现在可是在玩火呀 我百分之百相信时为止 那你最好看看这个 我不需要您的帮忙 我说过吧 我百分之百相信时为聪明 我会用我的能力 找出卧底到底是谁 我会用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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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想一下 我会用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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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用我的能力 再去 我才会用我的能力 就想让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在那里 你会用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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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没心没肺的 但不是只有你们 才对公司有感情有责任 我史维松对芬林的感情 不会比你们差半点 二位算是我的左膀右臂 今天公司呢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你们俩应该携起手来 把这个内奸给抓住 让公司尽快地度过危机 从今天起 谁都不许互相隐瞒什么 即便是为对方好 也不可以 李总 哪有互相啊 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漫无初晨 我就是打算晚点再说 对对对 我错了 今天有什么事 咱们就算说开了 越是在搏乱 对咱们耍手段的时候 越不能起内红 特别者 原来 观众 主持人 有人无奈 有人悲哀 有人要离开 有人怕坏 有人要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意义上 但明天的光芒万丈音乐浮现在月亮之上 唯有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风出浪 别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决神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的自己 别怀疑我的明天 我的轮轮会动向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帅的等待 原来 开重来 我的时代我闯导 与你的未来 拒绝奋 最后的能待 再重来 我的时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平庸 活出自己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